各位朋友大家好 刚刚上传了桂圆一新刀事宝 特别适合女性食用 将它的殻、肉和粒核逐样介绍它的食料价值 很久以前我介绍了龙眼肉的功效 因为方便大家去找资料 所以我将所有曾经介绍的鲜肉放在现时的视频 网站会在现时简介 而这个视频也会放在常用中药食材 方便大家找一个视频就找到所有需要 第三个要介绍的就是桂圆 谁不适合吃呢? 有几种人不能吃 就是如果你的脾胃有痰火或者濕制 消化不好也不适宜 第二就是孕婦初期是不适宜 避免她有机会胎动或者早产 第三就是糖尿病患者不适宜 因为她的葡萄糖借糖含量很高 第四就是酵喘的人也是不好吃 鲜品也好和干了的鲜肉也会影响你容易再烤喘发作 第五就是有腎病 而甲偏高也不行 因为100克鲜桂圆已经有266毫克的甲 所以要知道自己是否适宜食用 否则你就懂得其反了 第四个要介绍的就是一个凌晨安睡的桂圆莲子羹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失眠的饮用 这个只用桂圆白莲子角2克5碗水 煲成一碗 这是五卓奇医师她介绍的 是可以凌晨保肾健脾改善睡眠 但是要连续喝一个月 但是隔日喝就可以了 第五个就是养心安神 和有多种疗效的百合合桃桂圆糖水 刚才那个就是用桂圆莲子 今次我们就用百合合桃 用盐肉大棗 这个效果不止是可以改善睡眠 还可以健脾补血 补脑又补腎 第六个是很简单的 烤茶喝就可以的花旗心桂圆茶 花旗心10克 桂圆10克用滚水烤 喝完再加直至无味为止 这个可以清热脆饭 凌心安神 第七个就是补血养颜的 桑寄生红棗鸡蛋茶 用桑寄生红棗 红棗 龙眼肉鸡蛋 加少许冰糖 这个可以补血养肝 凌心安神 和滋补养颜 最后那个是一个苹果茶 是可以润喉提神的 肉桂杞子 苹果茶 需要苹果 杞子 肉桂 盐肉 这个特别适合冬天 唇肝泄醋 没有什么精神饮用 以上这八个都是关于 盐肉的饮品 但是很多时候我煮咸汤 都加盐肉 这个就是作为一个配料 以上这些就是作为一个主要的材料用的 希望大家可以多喝点桂圆煮的茶 或者汤 多谢你们收听